一名騎士高速行駛在道路上 3秒遭到一輛迴轉轎車撞上 騎士整個人噴飛重摔倒地 再看一次 當時轎車原本停在馬路邊 搭左方向燈掉頭迴轉 後方一輛機車急駛而來 原本以為轎車只是起步 沒想到突然加速要迴轉 騎士反應不及 撞上轎車左前車頭 當場噴飛數公尺院 總是聽到聲音才出來了 因為他已經車頭出來了 要迴轉過 當時轎車停在路邊想要迴轉 但他貪圖方便 直接從外側車道迴轉 騎士反應不及 迎面撞上 機車車體變形 外殼碎裂四散 肇事的轎車前保險桿掉落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強 28號凌晨12點多 一名騎士行徑西北市 駱舟長龍路 遭到一輛從外側車道迴轉的轎車撞上 28歲的丁信騎士 多處擦傷腳部骨折 至於自小客的造勢責任的部分 我們警方會蒐集相關的證據 移送給專業的單位來做一個研判 如果有違規的部分 我們也會予以告發 事發地點一旁就是KTV 遠景經常執行守望勤務 看到車禍立刻上前處理 不過轎車貪快違規迴轉 不僅要負起肇事責任 恐怕也得吃上罰單 記者楊中盛黃玉涵 新北報導